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能够进入后面的比赛 在2001年大阪市平赛 在这拿了冠军 紧接着陆续拿了三届世界乒乓球冠军 这次如果再拿的话就第四届 刘国梁说 王立琴的幸运月是五月 而且说王立琴的主场 就是世界乒乓球景标赛的赛场 所以这个对王立琴来讲呢 是可以说很受苦悟 在昨天对许欣的比赛中 他顺利地战胜了许欣 那么在以往呢 他和许欣的战绩呢 许欣呢好像多一点 可见王立琴的威胁啊 还是很大的 那么今天他的对手是张尼科 张尼科呢是来自山东 鲁能 山东平凡球队 他家呢是青岛 昨天呢青岛TV主任 彭主任也专门来电话 就是要让转告给张尼科 让他呢为家乡争光 那么张尼科呢 现在的状态非常好 而且他的特点是 力量比较大 反手非常好 正手的力量和反手力量都很大 但是我们今天注意到 张尼科在左腿的中间 就是七关节这个位置 带了一个很细的一个护膝 现在比赛马上开始 我们介绍比赛情况 首先张尼科发球 张尼科和王立琴 都是以实力著称的运动员 也就是说在前三板上 可以说没有明显的漏洞 但是主要的能力是相持能力 就是左来左打右来右打 这种能力非常强 所以他们俩的比赛回合 我想会很多的 这两个运动员 可以说是代表了横板这种攻球选手的两个时代 因为王立琴他们俩打法是类似的 可以说 王立琴是在前些年应该说 在这个打法领域里面 他还是起得了非常优秀的成绩 张尼科他的打法现在是新的一代 那么他跟马龙的风格 打法是一样 但是风格还有所不同 张尼科跟王立琴更相似一些 那王立琴你觉得张尼科的这个优点在什么地方 张尼科的优点就是比较全面 力量比较大 就是他的攻击力 他的这种 只要他上手了以后 他给你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而且他只要上手给他拉的话 他力量会很大 很顶我们说的 他拉过来的球 财队员对张尼科的发球提出来警告 根据乒乓球的规则 如果警告一次 不管下一次出现什么问题 都直接判分 按照规则呢 发球必须手放平 然后向上抛16公分 球到16公分到高点往下落的时候 才可以出球 才可以击球 而且球击球点不能够在台内 就是端线以内不行 同时呢 现在又规定了 就是五折挡发球 就是身体的 不能够挡着对方的视线 必须让副裁能够从侧面 两个裁判都能够看清楚 现在前一段的比赛呢 五比一 是张尼科战事领先 现在王立新发球 判连队最近他们俩的战绩 战绩科还是明显占优吧 近期应该说近半年的时间 战绩科的成绩是不错的 国际国内的比赛 都是要好 要好一些 因为他毕竟出于年轻前 首先从上的一个冲的一个趋势 而且从打法的角度来讲 他还是比较先进 但是他的经验 肯定在大赛当中的经验 那么是王立新要好一些 而且王立新昨天就逆转了 这个许新 本来呢 对王立新是下风 但是呢 昨天他战胜了许新 进入了前四 进入了这个前八名 这个比赛看到今天 其实我觉得今天给我的一个感受 太棒了 就是比较残酷 就是说 当看到我们运动员自己在 互相打的时候 总是有一个人最好要输的 所以呢 我们感觉到这个比赛 进进去 确实比较残酷 但是也是他的魅力所在 赢家只有一个 所以这个就是 全面的衡量 技术战术身体素质 意志品质 应变能力 临场发挥 最终 失误少的 控制能力强的 意志坚定的 最后就取得胜利 感觉好像双方还是比较拘谨 没有完全打开 在上来第一局 双方打的都比较谨慎小心 去年我们莫斯科结束以后 我们在总结的时候 这个中国评计主席蔡正华 在总结会上 曾经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大赛与小赛的一个关系问题 其实从这次比赛当中 我们也体会到了这种 我们也体会到了这种 比如在这种大赛的关键的时候 那你不能看平时的 你比如说像王立新跟许新 如果按平时来走的话 那可能情况是不一样的 但昨天确实在大赛当中 许新就打得不是很好 年轻的队员心态各方面 就比较存在一些问题 没有很好地去发挥自己的水平去 那么今天这场球也是 看看 在这种大赛当中 看看能不能顶得住 年轻的队员能不能继续地 这种晚上充不充的势头顶住 同时老运动员 能够在这种大赛 继续地能够保持他们的这种辉环 漂亮 大家看到张继科就是这个特点 就是华林队说的 他这个发力 而且发力不仅仅是一板 是一板比一板重 所以这样让你基本上腾不出手来 另外张继科 大家可以注意他这个发球 逆旋转发球 手而外展的过程中的发球 他能够使上劲 而且这个球发得非常转 注意就这个球 这个心理的作用也非常大 因为王立芹已经三次 拿到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所以他对世界锦标赛 一个说明他经验多 另一个他在心理上有优势 他觉得已经拿了三次了 其实这届不拿也没关系 往往有这种心态的人 往往就容易 非拿不可的 往往拿起来就更加困难 现在场上比分是9比9 王立芹已经把比分追成了平局 王立芹第一次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是1901年在大阪 视频赛拿的 当时1999年也是在荷兰 举行的视频赛 他输给了埃洛瓦 张力科这个落点意识很好 欧洲的观众啊 看球他们还是很讲究 什么时候鼓掌 什么时候停下来 说明他们很内行 9比10落后一分 结果调打失误了 这样张力科在第一局的比赛里边 就以11比9取得了胜利 目前是1比0暂时领先 那么这场比赛之后呢 将是另外一场 争夺前四名的比赛 是中国选手陈启 和德国选手波尔 陈启的排名是12 波尔的排名是2 所以这场球也是很有看点 那么波尔和陈启的胜者 将和这场比赛的胜者 来争夺下半区的 一个决赛拳的位置 黄远卫你现在 认为这个王立琴 有没有有多大的可能 像战胜许欣一样 战胜张力科 我觉得比赛虽然第一局 战胜科赢了 但这个比赛还没结束之前呢 我觉得他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仅仅是过了一局比赛 那么从第一局来讲 上来以后双方打得比较激紧 而战胜科呢 相对这个在激紧的前提下 他还是处于一个主动进攻的一个状态 那么力情呢相对都是在防 那么我们从场上来看了双方的这个打法 大家注意看一些 就是说现在的年轻队员 他的这种攻击能力 也就是全方位的这种进攻 立体进攻相对要多一些 领起来 向迟 张力科今天比较注重这个 就是到反手反手 突然给中路偏正手 就这个球 然后王立琴在转换的时候 显得慢了一点 这也是老运动员的一个特点 就比一般年轻选手要慢一点 我们看到 张力科打得还是比较活跃一点 那么大力呢 我觉得他还是得加强正手 因为男子的这个水平啊 这个得正手得天下 还是要想赢球要用正手 如果一味的稳不行 所以我们在看今天比赛 看谁能够积极主动 谁能够充分去用 应用场上的用正手 去抢攻去 那么谁的先机就多一些 这也是个矛盾 如果力量发的大 自然威胁大 但是命中率又低 所以必须要掌握好这个分寸 什么时候该凶 什么时候该稳 凶到什么程度 这是一个 这个量 要掌握好这个量 这也是经验 张力科去年是代表鲁能路安集团 获得了拼超联赛的冠军 漂亮 你看他这个反手 张力科这个反手发力 这个是很难得的 在亚洲运动员里 一般反手 就是拉球 没有欧洲运动员那么大的力量 但是张力科刚才那几下子 很有力量 是的 因为现在咱们看 张力科也好 马龙也好 他们的反手的进攻能力 是比较强的 除了正手以外 这个球张力科做得也很好 一边举击手 一边接着打 就是一旦擦网 有的时候没判的时候 你这个球还是有效的 是的 2比3 好的 这个球 黄岭球是强行的侧胜了 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说 就是黄岭队也在强调 就是中国队很注意 就是要训练运动员 尽快的进入状态 这个状态主要是神经系统 神经系统兴奋起来 你的肌肉系统 运动感觉系统 才能跟得上 否则的话 你来不了那么快 中国冰棒球队呢 现在处于一个 新老交替的时期 南队来讲呢 王力奇马林 都是已经征战了十几年了 为国家做出了很多贡献 那么小的这一代呢 像马龙 张继克呢 许昕呢 都在晚上追 那么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成熟 那么老运动员呢 也是继续的起到这种传搬带的作用 那么在这个同时 仍然在体现他们自身的一个价值 所以今天从上一场马林到这一场王力奇 我们在场上可以看到 他们在场上始终是兢兢业业的 这种去比赛去 这一点呢 我觉得作为一个美运动员 要去学习他们 因为他们之所以能够达到今天 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超一流的选手 是他平时这种美球必争 晶晶夜夜是分不开的 是的 而且他们牺牲了很多的东西 大家可以想一想 每天完全他 所以他们的资格 完全可以去享受生活 但是他们每天在训练场 和年轻运动员一样摸爬滚打 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即使输了 也是虽败有荣 现在王力奇发球4比5 这个球发得很突然 今天应该说王力奇还是准备 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充足的 你看在第一局也好 第二局也好 他都敢一偷残球 这个在大赛当中 往往年轻选手来讲 发残球不多 这种老运动员来讲 他有胆量 会突然偷你一个 你看张继克刚才这个就是逆旋转 王力奇吃了一个 他这个球呢 往往比别人想象的要转 对 而且他的第二板 张继克第二板的抢功能 质量比较高 所以使得王力奇要去控制去 控制呢就容易造成失误 对啦 王力奇刚才正手这个封堵 就是目的性非常强 就是奔着落点来的 大家看到 阿霍伊体育馆 能够做9000名观众 今天呢这个观众做的是最多的了 他们也知道呢 这里正在进行的是男子单打四分之一的比赛 前两天呢 他们是为自己的队员加油 就是李娇和李杰 两位荷兰的选手 这场比赛之后呢 就是一场好戏 是欧洲选手世界排名第二的波尔 对中国选手世界排名十二的陈启 应该说波尔是在技战术方面 是占有优势的 这场比赛之后呢 将看另一个四分之一的比赛 第二局现在打到7比7 王立琴8比7 2009年王立琴是亚洲锦标赛的第三名 2010年是获得了卡特尔公开赛的冠军 2011年2月份 是阿联酋公开赛获得了第三名 这几年王立琴的技术能力有所下降 我们看到老运动员的优秀之处 就在于在这场上能够耗 能够熬 能够周旋 把你周旋紧张了 这样他就有机会了 是的 有的时候他可以选择让你进攻 是的 你看这一段 那技科的五位师傅明显就增多一些 第二局王立琴10比7领先 这样王立琴在第二局的比赛里边 就以11比7取得了胜利 这样双方现在打成了1比1 稍后我们来给大家介绍第三局的比赛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 双方的第三局比赛开始 首先张继科发球 张继科在去年的平朝联赛中 他的技术积分是在第一位 也就是胜负场次 包括一些技术统计 这说明他的能力确实是非常强的 现在他和马龙两个人新生代 是占据了这个年龄段 中国最突出的这个位置上 刚才意大利的记者也预测说 冠军争夺战是在张继科和马龙之间 而且他可能更看好一点马龙 冠军争一年多都赢 对 你比如像昨天 郭炎跟刘斯文 应该说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 差不多一年左右吧 应该说郭炎都比较占优一些 但是在这种大赛当中 郭炎昨天就打得比较可以说被动 所以输给了刘斯文 刘斯文赢了以后呢 又对丁宁在领先的情况下被丁宁逆转 所以看到这个丁宁啊 这又是在这次比赛中又冒了出来 那么等一会儿 也就是打完这场 然后呢是进行波尔和陈起的一场 接着就是女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 就是在丁宁北京选手和山东的李小霞之间展开决赛 现在世兵赛的第一块金牌呢 已经决出来了 就是混合双打 由中国选手曹真和张超得到了混合双打的冠军 今天呢将决女子单打的冠军 就是在丁宁和李小霞之间展开 丁宁克4比1领先 擦网 王立琴做一个老运动员 能够保持今天这样的状态 确实太不容易了 王立琴也是中国飞王队目前男队里最大的一女 是的 好像是1978年出生 是的 马林是80年 是的 比王立琴小两岁 这一阶段看来 张吉克是比较有点在领先情况下 有点急 我们再看他在出手的时候 然后节奏都要快一些 王立琴就显得比较沉稳一些 作为33岁的老队员王立琴来讲 确实是非常不容易 他已经三次拿到了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冠军 这是第四次进入决赛 第四次 现在进入前四 这次比赛中呢 有几位更老的运动员 像佩尔森 赛福 普里莫拉茨 都是7次参加过奥运会的比赛 另外这次乒乓球比赛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年轻运动员并不是很突出 而老将反而表现得非常出色 让大家知道的像萨姆索诺夫 包括格林卡 包括冯田威 李嘉威 这些老运动员的表现都是不错 包括像我们的王立琴 包括马林 这次比赛呢还有一个特点 就冷门不多 前两天的冷门不多 不像两年前的横冰 第二天上来就已经几个致命的 全部都输下去了 那么这一次为什么呢 我是在想 因为明年是第二年奥运会了 对每个这些运动员那样都很重要 而且这次比赛呢都有排名 所以这些老运动员啊 每个人都很珍惜 所以在这次比赛当中 不管输赢这些老运动员 我们在场上看到他们都非常的玩强 非常都在拼 是的 这跟这个准备充分有很大关系 对 相持 大家可以看到张继科这个反手 在发力的瞬间的时候 他有一个斩断的爆发力 所以这个球的力量呢是比较大 而且张继科反手位 揭发球 通常你发到他正手中路的位置 他也用反手来接 6比6 漂亮 这就是运用正手啊 张继科的教练呢是肖战 王定星的教练现在是秦志杰 那么这两位教练这次也是代表团的教练 那么也在现场在观看这场比赛 现在主裁判又在 又在 是张继科可能发现他球台上有汗水 让他擦一下 这次中国也是派出了这个裁判员来职场 啊 这个球的力量很大 现在两个运动员呢已经处于一种 啊这个纠缠起来的状态 底分呢也是交错上升 8比7 一般的来讲老运动员在大型赛事中啊 他这个重视度比较高啊 所以他这种精神爆发的能量比较大 有的时候体力啊和精力不足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进过调整之后啊 他能够爆发出一种平时想象不出的力量 对 漂亮 啊这个倒数第二板就是张继科反手的一个 手腕往前拱的动作 啊这个球呢很有结果啊很有效果 大家注意 现在张继科发球 啊 啊刚才可能有很多的观众啊 没来得及啊看这个前面的比赛啊 啊我们再向大家介绍一下啊 啊刚才马林呢和这个马龙的比赛 最终的马龙是战胜了马林啊 啊进入到了前四名 他将和王浩来争夺决赛权 这样王立群就以11比8取得了第三局的胜利 所以看来这个俗话说老将出马一个顶我呀 啊确实呢这个王立群啊 在自己的巅峰状态啊 啊在下回落的时候啊 啊在这次比赛中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啊刘国梁教练说他最喜欢五月 说四名赛就是他的主场 呃确实这个比赛从今天来看 就像蔡正华所说的这种大赛与小赛的关系一直在提醒 也就是我们的年轻队员他有他能力他的技术都能达得到 但是平时比赛可能他们都能够可以说占优 但在大赛的时候就像刚才参谋老师说的 老运动员的潜能是非常大的 你包括刘成敏 这几年的成绩很平平 但昨天跟王后打了你看到他发挥的潜能是很可怕的 所以在大赛当中对于老运动员真正到了要命的时候 他会全力以赴把他能量发挥出来的时候 再加上他的这种明细他的经验是很可怕的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第四局的比赛 王立琴发球半高抛 第一球发球失误 现在王立琴呢在局数上是2比1领先 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张尼科在保护中路的时候 这一板球比王立琴快 如果说张尼科呢有时候反手对反手 突然给王立琴中路的时候 王立琴换正手的时候这个速度没有张尼科换得快 张尼科关键是要心态要摆正 还是要作为一个年轻选手那种敢打敢拼 不要有包袱不要有想法 把自己的技术发挥出来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他 其实在下半区来讲 这个相对实力 可能呢比这个上半区要好一点 因为下半区呢除了他们两个以外 就是陈起和波尔等这场比赛之后呢 将进行一个四分之一的比赛 然后呢这场比赛的胜者 王立琴和张尼科的胜者 将和波尔和陈起的胜者 来争夺决赛 确实在观看这样的比赛 我们的心情可以说有时候也是很矛盾的 我们希望年轻的选手能够尽快地成熟 但是我们也同样希望我们的老运动员继续地保持 就是怎么办 确实中国队啊是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队伍 既有这个像这个王立琴33岁了 那么后面呢这次呢又带了个小将颜 虽然他在混双比赛里边前面输了 但是呢正像刘国梁说的 给了他很好的一个机会 锻炼的机会 人都需要这个过程 有的是说他这个球为什么不成熟 不成熟除了球以外 我觉得年龄也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普遍来看呢 根据历史上来看一般 亚洲运动员到22岁左右 他真正的思想上和技术上统一地能够成熟 如果年龄过小的话 他这个年龄过小的话技术既是再高 他这个稳定性也不可能达到一个标准 而欧洲运动员呢好像成熟的标准更晚一点 但是他们坚持的时间长 有的35岁36岁还处于巅峰时期 包括瓦尔德那是当时 万里千仙四皮五六后 万里千仙四皮五六后 王烈青确实今天发挥不错 在相似起来正手拉完以后 紧接地测到反手位去用正手拉 5比5张尼科发球 又是逆旋转 所以这个发球张尼科这个发球还是很突出 就是一般的人手握外展使不上劲 往里勾能使上劲 他是往外展也能够使上劲 靠着发球连得两分 接着是王烈青的两个发球 像这样的球都属于5位失误 像这样的球都属于5位失误 一切已经是3位失误 这位是好大 这位是好大 但是这位是好大 很公平的 我现在这位是好大 这位是好大 这位是好大 两个人都是力求积极主动 而主要就是在拿到发射权以后 争取发射抢功 9比6 刚才是荷兰的运动员李娇 曾经他是欧洲的冠军 反手第三板 王立芹在局数2比1领先的情况下 现在第四局 又是7比9落后两分 王立芹打得还是比较镇定 现在这种反应的时候能看到 他都不乱 站在中间你拉我就反 大球直接抢功 8比9 必须要上手 必须要先抢 两个发球失误一局 这个太可惜了 一上来先发球失误一个 王立你说这个两个发球失误说明什么 确实发球失误在这种大赛当中不应该那么多 如果说一局里面你等于让对方两个球 但是呢这个有的时候在临场的时候这个心理上的这种想法可能想发落点啊想太想太太狠了把他发的比如旋转给他发的狠一点或者是落点把他发的好一点要求太高要求太高那可能会失误 现在9比10 而且自己人跟自己打对这个旋转判断也比较好你不发好的话反而被攻 是的 这也是一个压力 10比9 张力科领先一分 逆旋转 王立擎吃发球了 吃的吃发球发球失误 这一局呢这个大概有四个球 这样呢张力科就以11比9取得了第四局的胜利 双方在前两局就打成了2比2 稍后我们进行第五局的介绍 是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力科先发之人 通过发的讲功得了一分 这个球王立勤接发球接得不好 在上一区呢 王立勤如果说输在哪了 两个发球直接失误 接发球接得不好 所以主要在发接发的环节上 没有掌握好 逆旋转 张力科第一轮发球两个得两分 现在场上比分是2比0 那王立勤现在注视了一下张力科 半高抛发球 插网冲发 王立勤三次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冠军 所以他打市井赛啊 他肯定心里有顶 而且 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呢 是5月份的时候竞技高潮 8月份的时候反而呢 这个状态不好 这可能都是一种 慢慢自己悟出来的 8月份呢是奥运会 5月份是世界锦标赛 在运动员往往呢 要特别想拿的时候呢 就老怕失误 所以这时候呢 就加保险 老想上台 但这时候往往呢 你越想稳的时候 你失去了进攻 因为平时进攻性的选手 你的90%在练的是攻 可是到这个时候 你不攻了 你想一想 那你的优势就没有了 漂亮 你看张力科 这连续三个反手 甩开了拉 这个目前在中国的运动员 运动员里边 他的反手拉 是最有威胁的 基本达到了 外国横板的这个反手的水准 就是有力量 这一局对双方来讲 都非常关键 如果谁拿下这一局来的话 那对后面会影响很大的 可以看到完了 现在对打起来以后 他这个基础还是好 就是左来左打 右来右打 个子比较高 护台面积大 动作流畅 而且今天我们发掘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王力勤也好 马力也好 在打的时候 你看他们 今天的站位都比较靠前一点 不像平时跟老外打 或者是跟这个打的时候 他靠中间一点 大家来得及 但今天他一定是往前顶的 靠前 靠前以后呢 让他有速度 也可以接上力 塔朗 现在是第五局4比4 前面的四局是2比2 扎尼科这个发球 还是占了很明显的优势 到目前为止 王力勤已经吃了三个到四个 观众朋友 现在正在进行的 5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男子单打争夺前四名的比赛 现在两个前四名都已经出来了 第一个前四名就是王浩 他战胜了日本的水谷笋 第二个前四名就是马龙 他战胜了同队的马林 现在第三个前四名即将产生 接着就是陈起和波尔的这场对决 将产生第四个前四名 直到宫学校 中文语 人员 中文识 真是有女性 非常地社会 能不能跟你学习 我看来 在最后一篇 真是 真的 这一点 像不疑 这里 你 measuring 在台下 我看来 這個球發得非常好 是一個急下旋 速度很快 落點很靠底線 而且很轉 方領隊一般我們的運動員說 發球要求幾套發球 在不行的情況下 你第三套你要準備 一般一套的話呢 就是有幾個不同的落點 和這個旋轉的組合 你看王立芬吃發球 張立科你看這個球呢 有側上有側下 今天上幾顆得分 主要在發球上占了很大的便宜 得了不少分 這一次球又吃了四個了 已經好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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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场上比分10比5 扎尼科第5局是10比6领先 这样第5局的比赛结束了是11比6 这样的扎尼科在前面的5局里边是3比2 暂时领先 现在中国乒乓球队的前头的5位 就是五虎将可以说 你看王立琴 马林 两个老的 然后中间是王浩 这个属于中间力量 然后接着两个小的 就是张继科和马龙 我们现在在这个基础上 是不是又考虑到后备力量的肥养 我看这次又把延安带来了 对 这次其实我们在报名的时候 除了我们在竞争以外 我们的机动名额一面 我们是考虑两个方面 两个层面的第一 对我们一中间层 所谓中间层 但是我们一下张超这样的老队员 在队一面也是十几年了 他们勤勤恳恳为队一面 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也是给他们一个参赛的机会 那么这次呢 比如说张超 曹征这样 也都获得了很浑和双篮冠军 同时我们对年轻队员也进行培养 比如像是袁安 我们也带着来 包括木子 在朱晨进行选拔的时候 获得了蓝冠军以后 我们就入选了进去参赛的名额 各位观众 现在双方第六局的比赛开始 刚才那个全场的掌声是 因为场内有一个特写镜头 给的是波尔 波尔站在旁边正在吃蛋糕 可能在准备和晨起的比赛 所以这时候全场看到波尔以后呢 就给他掌声 这球打得太漂亮了 王立芹退到中边 大力杀中路 这个角度太刁了 刚才黄领队特别说到了 中国平常队这次派出的 一些年轻选手 除了七个男七个女的主力以外 打单打的以外 那么女的两个单打的 其中是萧球 一个舞阳一个范英 对 另外呢就是还给了 就是曹真 木子 冯亚兰 其中木子和冯亚兰是年轻的选手 另外男子呢就除了这个七个以外 单打的 剩下就是张超 延安和郝帅 郝帅和延安呢都是 延安呢是一个年轻的选手 郝帅和张超 都是相对岁数比较大了 郝帅和王浩是好像同岁 对 他们一批的 但是前面呢 目前中国队已经拿到的冠军 就是张超和曹真 拿到了混合双打的冠军 这个老队员呢 也成为了中国第102个世界冠军 比赛进入到这个白热化阶段 世界各国的电视台的转播 都也正在紧张地进行 在我们的左侧 大概有六七个电视台 在我们旁边的是 国际拼联的官方的这个转播 那在我们的右侧呢 是日本电视台 日本电视台呢 他们专门呢 是有一个四个解说员 在解说这个比赛 3比3 这是马龙和许新 是中国最年轻的两个非常出色的运动员 加上张继科 今天王立芹啊 吃发球在这个环节上 吃得比较厉害 尤其是张地科这个逆旋转 可以说今天王立芹如果输的话 这主要是 十分主要是在发球上面 每一局这样的吃发球呢 你难度就会很大的 本身一局球也就十一分 其实今天王立芹 在打起香吃来 并不是说下风 都差不多可以 甚至于他得风还是蛮多的 关键是在接发球的时候 这个接的不是很好 现在张立芹前面的五局 是3比2领先 参访重发 我们多次在转播中 包括黄岭队也都赞扬了 这个王立芹的这种兢兢业业 在队内所起的很好的作用 而且在市井赛上 这种独特的优势 昨天呢他战胜了许新 那么当谈到张立芹的时候呢 刘国梁主教练对他也是倍加欣赏 昨天我碰到刘国梁教练的时候 就说到张立芹 他说张立芹呢有股血性 他说俗话说呢 出生牛肚怕虎 他说张立芹呢是个脏傲 他说在关键时候 你想他能怕老虎吗 所以对张立芹呢也是很看好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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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神直线 华林队12年前的时候1999年 当时呢由于这个南斯拉夫科索沃的问题 乒乓球异地在赛 临时决定在荷兰 那时候我们中国乒乓球队 男队的平均年龄是22岁 女队的平均年龄只有19岁 那么现在12年过起了 我们这个新老交替 我看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一个新老交替 我们都在培养一些年轻人 同时我们也看到一点 可能从平均年龄来讲 我们现在比以前要略大一些 但是也看到平坡球 这近十来年的发展 尤其我们俱乐部的这种推行 使得很多运动员 能够去体现他们的自身的个人价值 也延长了他们的运动寿命 这一点还是做得很好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老运动员 你包括这个在玩男 打到了近30岁 这在过去是女的里面很少的 那么男的现在像王丽勤 马丽还仍然在打 而且他们都在主力层面上打 一直保持了一个很好的高的水平 是的 另外随着2000年以后大球 然后又随着这个无极胶水 降低了球速 球呢又大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使得老运动员的寿命 有延长的趋势 在这次比赛中一个突出的特点 就是老运动员的表现 比较突出 比较抢眼 年轻新手 并没有出色的表现 另外呢 这次荷兰的世平赛 一个特点除了成功举办以外 就是增加了伤残忍乒乓球比赛 另外就是广泛的体验乒乓球 除了比赛场地 有一百多张球台 中文字幕提供 那這段張棋柯還是搶先上手 雖然球拉的力量不重 但是弧線呢 很低 可以看到這種緊張的氣氛 雖然沒有教練員 但是各自都是意識很清楚 抓住這個臨時散平的機會 剛才我們也說到了 就是國際平聯主席沙拉拉 特別宣佈在2012年奧運會之後 乒乓球將採取新的乒乓球 而且現在已經試驗成功 它高度讚揚了中國乒乓球協會 讚揚了中國的紅雙喜 和雙魚聯合市制的無縫乒乓球 即將告別塞洛洛乒乓球的時代 那麼那個球 本台記者周到拿回來以後 有兩個球 我們也試了試 那個彈跳不一樣 就是那個無縫乒乓球啊 很好地解決了彈跳均勻的問題 而且呢 沙拉拉還說這是中國人的智慧 所以這次世界平環球錦標賽 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 好 我們繼續介紹比賽 張立科 8比7領先 第三板 第四板 第六板 看來張立科這個反手的功力啊是非常強 這個球是打成了非常高的水平的 一板比一板重 對 而且質量比較高 都在發力上彎 都在發力上彎 將紀錄前四名 現在王立芹發球 側身拉直線 事業排名第十二的陳啟 稍後見 不是 大林? 事業! 是 現在 賤 本 賤 賤 賤 谢谢大家